S.H.E.今年虽然重新合体出击 但Salina休养期间黑币的亮眼成绩 让她的人气暴涨 俨然成为三姐妹之首 3月9日她就以艺人之力 成功挤走杨成林 现身著名品牌牙膏代言现场 虽然取而代之 但黑币仍避免与杨成林针锋相对 应该大家都牙手都很健康 所以才有机会可以再演 到今年3月3时 黑币就正式跨入30岁首女大关 与陈一涵30岁时 晒出海边罗永照的激情举动相比 黑币则展现乖乖女本色的笑称 文艺路线更适合自己 走一种很平静 然后很自在舒服的状态 可能跟姐妹去旅行 或是跟家人旅行吃饭 只唱黑币出嫁 SH1就将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气组合 这次黑币迈入首女行列 却透露Selina与Isla至今完全没有表示 不知是否酒散重聚 姐妹感情也受到影响呢 所以Selina跟Isla已经有特别的 比较多关注的女生 现在还没有具体的计划 感谢您的介绍 和声音乐 亲爱的研究